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一个物产富饶 资源丰富的国家 目前马来西亚政府 正积极着力于发展国家建设 到公元2000年 将推动一系列 为其十年的 第二经济展望纲领建设计划 其中营建工程占了多项 来自中华民国的 荣民工程事业管理处 早在1983年 即已伸出友谊的手 进入这个极具发展潜力的 工程市场 为马国人民的公共建设 奉献出一份心力 荣工处在马来西亚城街的 第一项工程 就是古龙快速道路工程 这是一条纵贯公路 全长928公里 荣工处负责的 是由亚罗士达 道顾龙间的一段 由于必须通过沼泽地区 施工非常艰巨 另一条在吉隆坡西方 新巴生谷高速公路的完成 为该地区开展了新的经济命脉 在宜保开发了进达自由贸易区 以及吉达州的双西大年工业区 吸引了许多国内厂商前往投资设厂 这些都是成功的工程范例 1987年 马来西亚的一项电厂工程 由荣工处得到最低标 这座位于马来西亚霹雳州 以保东北方 约60公里山区中的 和风水利发电工程 是一项庞大且艰巨的工程 工程所在地 为海拔800公尺高 未经开发的原始森林 马国政府为了促进霹雳州经济发展 特别选择在该区的皮亚河流域 兴建发电厂 计划集水面积达364平方公里 整个工程主要分为上游段 及下游段两部分施工 其中的上游段有地面发电厂一座 隧道则有投水隧道 压力钢管 横坑等8000公尺长 以及直井两座 及进水口三处 下游段有投水隧道 厂房通道 地下电厂一座 在厂房下方压力钢管隧道 围水隧道等 即16000公尺长 进水口四处 以及直井六座 其他的施工项目 还有地面开挖160余万方 回田30余万方 道路改善66公里长 道路新建11公里长 桥梁五座 基本设计为汇集山区支流小溪河水 以导水隧道引致电厂 利用其高位差 及充沛净流量发电 本工程于民国76年4月10日开工 施工初期 和风电厂施工处 为了施工需要 分别在上游段设立副营区 下游段设立主营区 工地基聚 分别来自沙屋地 古龙及国内 施工处以最灵活的调度 将这些机具 做了最有效的运用 由于工程范围 散步在95公里方圆内 全部工作据点 在荒屁的原始丛林中 测量人员每天翻山越岭 工作非常辛苦 施工道路 是工程施工的主要动脉 本工区内道路全长约91公里 都在丛山峻岭 原始森林中开辟 施工极为困难 其中35公里 有林务单位的木材车行走 不但载重量大 破坏性高 更增加养路困难 施工单位因此特别成立养路小组 执行修路养护工作 以保持交通补给的畅通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